大家好,我叫舒适,欢迎来到影生活 我说你们怎么那么有空呢,天天想联姨,日日奠机会 这部自带花环的女主角又上场了 问题是为什么每次都是自带菊花呢 不过男主因为自卑自己的身材 所以就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沙汤上面睡觉 或许闷骚也是一种独特的气质 女主居然主动过来搭讪男主 这个幸福来得让闷骚男有些出不及防啊 女主撩男主也就算了 还主动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有了这个电话号码后 直接让男主的心情从荡漾过渡到了澎湃 回家以后,男主经历了无数的纠结 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给女主 问题是,女主居然主动邀请男主星期五一起吃饭 终于到了星期五,两个人一块吃饭聊天 聊天过程中,女主表露自己也超级喜欢看书 而且在知道男主有同样的兴趣后 又约她下一次一起吃饭 两个人可以互相交换书哦 男主听得心里只有暗爽 下次,下次,下次,还有下次 棒棒的,看来真的是祖坟貌刺年啊 于是乎到了下个星期五 这星期,男主来了个大变身 好吧,虽然是大变身 可依旧掩盖不住那股浓浓的屌丝气息 这一次,女主提出要帮男主取个外号 叫小西 好暧昧啊,天啊路,这是什么剧情呢 不过在到下一个周五的时候 男主接到了女主的电话 因为女主肚子不舒服 所以这星期的约会吹了 不约 好伤心啊 在接下来的一个网球聚会上 女主居然全程跟另一个屌丝男互动兼暧昧 而无视闷骚男主的存在 这让在场的闷骚男 直接打扮了出坛子 一到家,男主就接到了女主的电话 问,亲,你生气了 我了个去,我换谁不生气 我又不暇 结果剧情又来了个神秘转 两人居然在电话中相互表白 女主还直接撩男主去他家里 从爱情保卫站秒变成手牵手一起走 接下来的事 傻子都知道是什么情况啦 男主立马奔向了女主家 奔向爱的生活 奔向了幸福的门铃 就在这一夜 男主终于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第一次 初吻 献给了女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吧 请时刻谨记 这部电影最终的目的就是颠覆我们的三观 那一夜 你没有拒绝我 那一夜 我伤害了你 那一夜 你满脸泪水 那一夜 你为我喝喝 那一夜 我与你分手 那一夜 我与你分手 我伤害了你 那一夜 我伤害了你 我与你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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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夜 我心而易碎 到了圣诞节 两个人打算一块庆祝的 不过一直订不到酒店 可关键时刻 男主人品大爆发 居然有人退房 所以圣诞节那天 两人还是很高兴的出门约会啦 可是 居然有路人甲嘲笑男主配不上女主 不过这的确是事实 所以男主为了配得上女主 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电影中的减肥都是搜医集的 画风一转一年过去 胖男秒变瘦男 屌丝再次逆袭 整一个高富帅啊 只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 男主被公司派到东京去工作 虽然两个人分居两地 可是男主还是带女主生日那天回来 并且送了一份礼物给他 送的是一枚戒指 那是去年男主就答应女主的事情 男主一个人在东京工作 因为无法忍受各种孤单寂寞冷 所以男主又成功的被另一名女小三给撂走了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他称不算小三 可是我还是要叫他小三 这男主也是够开挂的 走到哪桃花就开到哪 怎么就能这么旺呢 此后男主开始冷淡女主 甚至因为一些小事就发脾气 而且动手打他 也在这个时候女主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然后就告诉男主 不过男主用一个表情包回答了他 男主并没有做好准备跟女主结婚 所以女主就去做了流产手术 慢慢的女主也发现男主已经变了 甚至当着她的面把她的名字叫做小三的 偷情被发现也就拉倒 男主表情还那么嚣张 一副都是你错的样子 我说男主你这出轨的理由也真是马屁搞笑 只能说贱人就是矫情 所以他们算是分手了 分手几个月后 男主怀里搂着小三 心里居然又想起了女主 而且还要来吃个回头草 我说这男主也真的是够渣的 于是男主在上诞节那晚回到了女主所在的城市 并且在之前他们经常约会的广场上看到了女主 接下来请各位吃瓜群众系好你们的裤腰带 前方即将高能即转弯 在广场上居然同时出现了胖男和瘦男 这是什么情况人格分裂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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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故事中胖男和瘦男本来就是不同的两个人 瘦男先跟女主交往 交往过程基本跟之后女主跟胖男的交往过程一样 他们同样是在聚会上认识 然后去海边玩 接着确立恋爱关系 而就在瘦男去了东京之后呢 女主同样在聚会上认识了胖男 本来去海边那次瘦男会陪着去 可是他后来为了陪小三看眼珠 所以只能女主一个人去 也就是那一次女主主动撩了胖男 并且给他自己的电话 之后的一次 女主当着胖男的面不小心叫出了瘦男的小名 所以就顺势让胖男比较小心 这样的他无论以后接到谁的电话 都不会搞错漏笑 看一看 学学人家女主多有先见之名 早早就把两个人的名字都改成一样的 接着 不是有一次周五跟胖男的约会 因为女主肚子痛然后临时取消的 原来那次就是因为女主去做了流产手术 而之后圣诞节的那一天 胖男运气好订到了酒店房 原来也是瘦男退订的 而胖男就只是刚好捡了漏 怎么突然有种前人栽树后人成良的感觉 房间不变女主不变 只是换了个男主而已 有点意思 结尾的时候 看着女主面对胖男和瘦男时 脸上露出的一丝蒙娜丽莎的微笑 只能说女主其实也是个心机表哦 好啦 影片结束 这部剧就不需要多说点什么啦 我预计假如有评论的话 都是一大波备胎的节奏 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好与坏 只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哦